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其实不仅仅指的是咖啡馆 你可以拍一圈的一个综合性 我一边拍一边说 其实它就是一个cupcake的店 什么是cupcake 就是杯子蛋糕 杯子蛋糕 你看到吗 它的主要的产品就是杯子蛋糕 然后这个柜台后面有一个很大的烘焙坊 包括你看看到这两个柜子后面的一个桌子 其实是做培训 对 它们的教室用 其实这个模式我们很熟 你还记得我们当年投的私人的烘焙教室吗 你看它有一个网红的背景 其实很多人可以到这来拍照 对吧 我们在大陆手里也投过类似的这个项目 当然也是和我们结合在一起 但是你看在中国大陆 因为这不是深入在我们华人的骨子里的一个文化或者产品 其实我们会把它单独列出来 但是你看在这里的话 它其实就是Cupcade店 它本身又是个咖啡店 也可以是平时借的 做的真不错的 我买了一个 巧克力 对 这个叫做Chocolate Lover 然后这是一个迷你款的 它这里面的定价分成什么迷你的正常的 当然是一打的等等等等 不过呢 我可以说一句很肯定的话 你一定不觉得这个比以前我们那个好吃 是的 我先不说吃 我先说这个包装 这是一个一桩的 它有大的盒子的 但是你就看它一个一桩的这个 其实它的包装印刷做的很用心 因为以前这个也在我们知识范畴里面 做这样一个东西成本不低的 对 这一个Cupcade的多少钱 2块8 2块8 它这个包装其实已经要占掉大概五毛六毛的美金 要的 它这家店里的东西真便宜 像我这杯Espresso 8毛8 我觉得8毛8是含碎的 8毛是不含碎的 那就是8毛钱了 这个真的要比十几年前我们在欧洲喝的都便宜 我觉得是这个 而且味道还可以 我觉得是这个工作人员的意识问题 它叫这个叫One shot 当然是没错 但是其实它就是觉得 你就要一个文笑腾 我就给你一个文笑腾 而不是给你一个Espresso 我是这么觉得的 其实在美国很多人他不喝Espresso 不喝的 所以有时候他们并不理解你说的文笑腾 因为其实Espresso你也可以叫文笑腾 你这样吃我一会怎么演绎 演绎什么 我一会我本来是想演绎一个跟安妮海瑟威一样的 安妮海瑟威干嘛 那种把下面拆出来 顶着上面这样吃的那个一个炒酒 你就当这里不存在 不不不就这样一会给我咬一口 怎么样味道 我已经说了不会比我们以前做的好吃的 但是但是首先新鲜 那我就想这家店的很神奇 我是其实一直都不知道他到底是韩国老板开的 还是他的师傅是韩国人 后厨的 不是后厨的 就是烘焙的那个做cup cake 是一个韩国阿姨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他是不是老板 你错了 我就告诉你啊 越南阿姨 那是越南 这家店的背景应该是越南 越南你 是吧 他们有越南咖啡 那会儿买 韩式的咖啡馆里面不可能做越南咖啡的 还可以对吧 但是太甜 嗯嗯嗯嗯嗯嗯 好吃 松软 你这蛋糕最重要是松软 嗯 是吧 嗯不错不错不错 不过其实他们不单单是cup cake 他们还有很多的meal 对 其实他们等于是 他们没有早饭的 对 breakfast 他们有早饭的 他们旁边还有那种 all the breakfast的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吃东西的一个店 我们这里附近其实有 好几家concaid的店 嗯 帕萨迪娜老街有 这一家算有 而且从地段上来讲 这一家的地段算差的 算差的 对 帕萨迪娜那个地段算好的 这个地段其实就在我们原来拍过的 那个 亚马逊的那个brash旁边 过一条马路 其实它是在一条大马路旁边 某种程度上来讲 如果说你想做walking的客流的话 蛮难的 蛮难的 对 你不要看它在大马路边上 因为这条是车流量很大的一条马路 关系它很马路也是车流量很大 对 因为正好是2010出口下来了 嗯 帕萨迪娜那个蛋糕店呢 嗯 它真的是就是cup cake的店 它没有卖任何其他东西的 而且大多数要预定 我记得是一个印度裔小姑娘开的 那这家如果是越南人开的 它还有早饭 而且它营业时间很长 它是早上8点到晚上6点 对 其实在我们洛杉矶乡下 这一家的营业时间算长的 然后今天算人少 因为今天是星期一 如果你真的是平时或者周末 或者是中午来的时候 它这里应该是做满的 你看我们现在做这个长桌 还有六个方桌 基本上都会做做满 而且它这里外卖多 我们这里很多家里办party 特别是有小朋友的 有女孩子的 都会到他们这里来买 买两达到三达的那个cup cake 然后回去 我们刚进来的时候的客人 就订了一达半的cup cake 对 刚才 刚才还有一个秃脱老白 进来他拿了两盒 那盒应该是四个一桩的 对对对对 他买了八个 对吧 包装特别的粉红的 特别unicorn那一种 就特别适合小女孩 所以我以后也知道了 如果说碰到我们家Ella的同学生意 什么的话 就可以买这一类的 或者学校办什么活动 需要有什么捐助 我们就买这个份去 对 而且它真的不贵嘛 而且我们是没有要样子的 它这里还有做成老鼠的 老鼠头的这种 在这种小女孩里面就会非常非常流行 是是 所以你看像我们现在 因为今天我们来的比较早 因为冬令时了 每个人起床都特别早 我们今天也是早的过分了 然后其实就我们现在坐进来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对不对 当然我们就知道 他一直有客人的 只是客流量不是最密集 但是其实陆陆续续一直有人进来的 星期早上这个生意可以了 嗯 我们就去商场 而且两个工作人员嘛 三个 那阿姨在里面 对对对对 我说门口两个工作人员 里面一个那个阿姨在里面做做cupcake 所以有的时候我突然想到 其实有一个话题我们可能没有怎么聊过 我们之前因为投资过一家做烘焙的 但是我们当时投资的是烘焙教室 不要太高自己 不要投资 找参与 好好好 从说从说 我们原来参与过 所以我们也会对于烘焙 这种DIY烘烘焙的这些东西呢 会有一定的敏感度 其实在生活在我们洛杉矶 你在华人的圈子里面 你可以找到很多的就是在自己家里面做烘焙的 比如说蛋糕啊 或者说甚至于你想要做一个甜品桌啊 我们介绍一下 合法的 不 我们今天先不说合法不合法 因为作为私厨这些事情在家中肯定是合法的 我想说的是这种业务在这边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但是有一个我们不能绕过去的话题啊 这些华人做的的确从原材料从口感各方面更符合我们 而且我们也认为它很新鲜 因为他们很多人都会把原材料晒出来 但我不能否认都很贵 即使是我们最早最早最早就是当我父母他们刚刚来 大家住在我们家旁边后屋的那个女的 我们当时不是跟他还认识的吗 我们也在他那边 完全是邻居关系了 我们在他那边也订过蛋糕的 那个时候六年前 他的一个六寸的一个普通的蛋糕 他都要卖到大概三十二三十四 还是在物价上涨之前啊 再后来我也订过那些貌似比这个邻居做的更好的人家 我当时还订过一个恐龙你还记得吧 对吧 那个就是哥斯拉 哥斯拉 对 加高一点的那种 我找找看有没有照片啊 肯定有肯定有 我去翻照片 那个蛋糕收了我七十九块 对对对 因为它是翻糖的 不不不 问题就在这里 问题就是现在这里还不吃翻糖的 奶油的 是吧 奶油的 我们现在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不太订翻糖的给他吃的 就是我们在上海的时候 我们参与的那个四处做烘焙的 大多数都做翻糖了 但是在这边其实大家还在做奶油的 那当然奶油说实话也好吃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 让不开这个话题就是价格 其实你在这些微信群里面卖 价格其实是很高的 当然你人工就一个人做 其实算得出来的嘛 就我们那时候那个邻居 你觉得他一天能做多少个蛋糕 哎呦 两个party party 没有没有没有 两个不至于三个四五个是做的了 要时间的 但是卖掉这么多 各方他又不配送 那反过来你说你说他这些今天卖得掉了 这些蛋糕其实最多放两天 卖得掉 我对这家是有信心的 你看第八个进来了 好 就我们短短半小时 对然后呢我想说的是 其实在这边很多的大型的生鲜超市里面 其实都是有蛋糕的专门的区域 对吧 Bakery的区域 包括我们经常逛的Vons 我经常开玩笑讲 谁会买Vons的蛋糕 但他那个真难吃 他英文跟纸皮一样 那个我看了我都觉得难吃 好然后这边还有所谓的85路西啊 包括99大华里面也有Bakery啊也有买蛋糕的 那些蛋糕平均大概六寸的蛋糕 现在价格也 现在是涨完价的价格 其实也是在30左右 所以这个业务到底能不能做 我都心里没底了 所以如果你有一技之长的想到这边来开个蛋糕店的 哎 不妨和咖啡吧可以结合一下 你的意思就是和我们结合一下 对的对的 比如说你有一技之长 你想开个咖啡店或者做个蛋糕店 咖啡我们可以提供 对嘛 员工我们也可以提供对吧 对 厂地我们可以一起找嘛 对吧 这些给你做成广告的 对 因为这家实在我咖啡没什么好说的 我不知道咖啡说什么好 咖啡 咖啡 这没什么好说的 这没啥好说的 这又便宜 你说八毛钱一杯Esperso 我还有 我就这么告诉大家吧 还要什么自行车呢 今天就这么三样东西 一杯Esperso 一杯Capcino 和一个mini的小小cup take 我一共花了7块钱 你让我说什么时候 那就是我们探店以来成本最低了一期了 对 他还不让我不小费 真的 对 没有小费选项 这么良心啊 好 难得的难得的 好 反正地址下面有你们吃的 谁要来自己吃呢 好 今天就到 好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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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